一儿一女只有一间房怎么办 1. 镀心方钢做框架 外包环保木式面 再用乳胶漆分色 2. 上铺搭配推拉窗 温馨透气有彩光 一个孩子睡上铺 加上铺栏更安全 3. 床尾定制组合柜 既能放睡前读物 还能连接坐台阶 增加收纳好上下 4. 角落再定制高柜 下方侧拉放大键 上方全座挂一区 装上推拉门 使用省空间 5. 窗台延伸做书桌 记得外拉30公分 学习看书好放腿 搭配立柜做收纳 学习资料顺手拿 6. 下方也包式木板 一个孩子睡下铺 床头记得流插座 方便睡前手机充电 7. 床边转角大衣柜 收纳堪比衣帽间 关上柜门不落灰 8. 门边做悬空书桌 搭配一个小书柜 都有独立学习区 9. 最后中间气甲墙 安装平开门 学习生活互不打扰 进入主页查看更多装修合集 第1个室楼 第2个室楼